一盏明灯焦玉露珠海巡夜 弘扬伟大的时代精神 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该弘扬他这种精神 赖神川十年酝酿曾经如是 张杰首次跨界出演话剧 我相信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乔麦翠翠独家冠名播出的《鱼乐乐翻篇》 我是小金晴晨 大家好 我是谷晓 有没有看到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呢 请赶快扫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咯 是的 最近在我们东南卫视播出的 《台青祝梦记》第二季呢 已经播出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个节目呢 最主要讲述的就是 台湾青年在我们大陆打拼祝梦的故事 特别的励志 是的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呢 他们也在厦门呢 举行了这个中秋团圆会 在现场呢 除了有这些台湾青年 有很多热情观众呢 当然还有很多的 我们的广告商朋友也签来参加哦 起来看一下 近日由东南卫视主办的 《台青祝梦经酒芬芳》 中秋团圆会在厦门举行 在现场有六十多名台湾青年和来自大陆各地的 两百多名东南卫视热心观众齐聚录道 倾听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猪梦的故事 当年的活动现场除了有台湾青年分享经历 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秋庆祝活动 而参与活动的幸运观众还收获了特殊的礼物 只要进入到我们排行榜前十的朋友 都会获得由张州片仔黄药业来提供的 这个片仔黄礼盒三号一份 以及片仔黄燕黄礼盒一份 国宝名药福建三宝片仔黄 本次中秋团约会的成功 离不开张州片仔黄药业股费有限公司的 特别赞助与支持 我们要特别感谢张州片仔黄药业股 对一些公司对本次活动的大提支持 国宝名药福建三宝片仔黄 谢谢您的支持 乐阪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一部特别棒的音乐剧 名字叫做一盏明灯焦鱼录 目前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首演了 是的 提到焦鱼录这个人物 之前在我们河南有任职过 那作为一个河南人 在之前听过他很多的故事 而且他为人民鞠躬尽瘁的这个故事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去一盏剧的现场看看精彩内容吧 原创大型歌剧《一盏明灯焦鱼录》 正式移步到珠海华发 中演大剧院横琴歌剧厅 进行一连两天的演出 吸引了不少剧民们的关注 据悉该剧荣获2016年 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得到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 而此次移师到珠海演出更是全面升级 顾求以壮丽70年拥抱新时代改革再出发为宗旨 弘扬伟大时代精神 焦鱼录他心里装着百姓也装着家 他既牵挂着所有的老百姓 包括他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也是一个好儿子 所以他让大家感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那么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该弘扬他这种精神 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做事情 据悉本轮巡演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在后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基础上 深度挖掘当地的人文精神 红色基因和文化元素 推动弯曲文化繁荣发展 那么不知道我们的主创团队 又会有哪些感受与大家分享呢 就是从排练到现在 我觉得我的眼泪就没有干过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只是在说教育录的精神 当我真正的去诠释教育录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才对他整个的这个教育录的精神 有一个真的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这样一个体会 然后给我的内心也时时刻刻有着极大的震撼 教育录这个角色我现在回想起来 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年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这部戏剧的表现力 他说的是教育录 是咱们人民的一个公仆 把这个东西融入到这么美的音乐当中 可以说真的是完美的契合 音乐包括故事情节 所讲的人物真的都太抓人了 真的能够让演员完全的 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全部投入到这个决策当中 上周演员袁权在北京出席某时尚活动 国庆党由他主演的电影《中国机长》即将上映 在影片中 试验乘务长的袁权 对着镜头极力向大家推荐这部影片 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些英雄人物的敬意 一定要牢记 当你认为没有错过 错就一定会来找你 电影《中国机长》九月三十号很快就会跟全国的观众见面 我也很期待这一部根据四川8633航班 其实在你人生到现在 我真怀疑你有没有尝试做过这些危险的极限运动 谁说没有 我最近常陪着女儿一起跳泥坑 这多危险 这也算太夸张了吧 因为他听小猪配吉让他跳泥坑吧 不过我觉得女生因为特别像我这个恐高 做极限运动可能不太可能 像你不是之前有什么蹦过吉什么之类的 对我有尝试过蹦过吉 我觉得其实当我们男生啊 或者胆子大人站在那个凤级往下跳的那一瞬间 什么感觉 其实真的是满下人 有点想往后退回去 就是当我们真的迈出去 跳下去这一瞬间呢 你觉得是完全释放了自己 觉得以后真的有机会的话 还想要尝试这样的极限运动 所以说很多人爱上极限运动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这部影片呢 其实就是讲述这些人 但是真的非常棒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主创来宣传咯 第九十一届奥斯卡最佳记录长篇获奖影片 徒手攀岩 近日在北京举行首映式 纪录片导演写影片主人公 亚历克斯·霍诺德亮相 并与观众深度交流 电影徒手攀岩记录了当代知名攀岩大师 亚历克斯·霍诺德 在2017年无保护徒手登顶 攀岩界的珠姆朗玛 酋长岩的全过程 在首映现场 亚历克斯就表示 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 一定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除了记录亚历克斯挑战 3000英尺的岩壁外 影片还花了大量篇幅记录了他细致入围的准备过程 面对徒手攀岩这项死亡率极高的极限运动 亚历克斯就坦言 自己之所以能完成这些挑战 离不开多年的训练和坚持 这日话剧导演赖身穿酝酝酿了十年的作品 曾经如是在上海举办了发布会 将于12月9日在上海登场和观众们见面 蓝身穿鞋主演张杰 好嘞等人共同出席现场 首度揭开新作神秘面纱 活动当天一中主创 就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了创作幕后的故事 我为了这个戏做了十年的准备 这十年都在内心酝酿这个戏 然后现在做出来了曾经如是 然后非常的高兴 这么优秀 这么好的演员能够跟我一起合作 话剧曾经如是 共有四幕75场戏和300多个角色 此次在剧中 郝磊将扮演女主角雪莲 这是他第一次与赖身穿及其团队合作 在现场郝磊就直言出读剧本时 他便爽快地应邀挑战雪莲一角 之前的角色都比较现代吧 然后这个不太一样 以前可能演的戏剧 可能是我的角色更突出 但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角色 我觉得那种整体表达 是打中我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 张杰此次是首度跨界出演话剧 对于这次的大胆尝试 张杰显得十分兴奋 话剧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但我觉得艺术应该是共通的 而且也听说跟两位 这个瑞君姐 还有这个郝磊姐一起来出演 我觉得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内心的一个支持 因为跟这么好的演员在表演 那我自己一定能学到很多非常自然的 然后功力深厚的经验 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我未来的艺术的人生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价值 出自涉猎话剧题材 张杰也不忘施展自己的音乐才华 她透露 有望和赖深川导演共同打造 曾经如是的主题曲 令人十分期待 因为我觉得我来演我人生的第一部话剧 曾经如是 那我想我应该写 就是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一首歌 然后再这么好的经历 特别喜欢这样的投入 乐凡店综合报道 东运动实践上 艺人片场拍戏 健身两步 毛泽 欢迎回到玻璃海台 不敢尝试 但是我觉得现在正常的这些健身运动 你倒是蛮积极的 现在居然在下了班之后 还约我一块去健身房 不是 因为现在孩子会大一点点 我可以空出一点点时间 想去运动一下 因为我发现 运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很快乐 然后会释放多巴胺 这样你心情好了 和宝贝在相处的时候 包括在工作当中 也会有更高的激情 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专业了 还能说出多巴胺这个名字 当然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 运动和自己的工作 有可能时间上难以区分 接下来的时间 就要好好学习 向我们演艺圈的艺人们 他们怎样做到 运动和拍戏两不悟的呢 当代人工作压力大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容易让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身处演艺圈的艺人们 也不例外 而他们中许多人 在高强度的工作中 依旧能保持好的身材 和精神面貌 究竟是如何做到 工作健身两不悟的呢 这部前阵子 在连续剧《黄金桶》里 不少剧民们发现 张艺兴瘦了不少 为了投入角色 塑造人物 张艺兴可没少下功夫 一向以跳舞 作为运动方式的张艺兴 为了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还是趁着拍戏空档 直接在片场开启健身模式 这健身拍戏两部的张艺兴 可以说是真的努力努力 再努力了 就连演艺圈的艺人朋友们 都对他健身的毅力 和拍戏时的努力赞不绝口 每一部作品的好口碑 离不开演员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对此沈腾可以说 特别能感同失授了 不到四年的时间 沈腾凭借主演 夏洛特烦恼 《西红柿首部》 《疯狂的外星人》 以及《飞驰人声》 累计票房超过120亿 成为黄渤 无精之后 破百亿票房的演员之一 然而拥有这么好的观众员 和沈腾的努力分不开 一向不爱运动的沈腾 破天荒地走出自己的 蓝散舒适圈 甚至在片场练起了腹肌 瞧着认真的表情 沈腾还真是颇有几分 健身达人的架势 惹得影迷们也不禁感叹 连沈腾叔叔都这么努力了 大家还好意思懒惰吗 沈腾健身的架势令人赞叹 这另一边 模特出身的阮景天 刺进入演艺圈后 对自己的身材管控 也是更加的严格 看阮景天在片场 带来如此精彩的花样健身 大伙是不是也想跟着动一动了呢 我也让自己抓住青春的尾巴 所以我健身的项目 很多都着重在核心 都是核心下肢的训练 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是 像现在拍电视剧 然后我旁边的人 大概都稍我十一岁吧 稍我十一岁 但是我自己的体力 就完全不会有跟不上的状况 我的体力甚至比 一些某些舞行都还好 拨腿我可能做个五组六组 然后蹲腿 然后你可能会 我可能会做个五组六组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富翔 一些小肌群的训练 阮今天有她的一套健身之道 然而趁着拍戏空档 在片场健身 就算没能塑造好身材 也可以保证在高强度的工作中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 不 我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 对 因为特别冬天 有时候穿特别厚的衣服 如果不动嘛 我总觉得自己 就是不舒坦 但是你那个幅度稍微有点太大 人家不以为 不知道以为你是要拍打戏的 还掰腿什么 我如果有时间 我就会自己要动一动 我还带一根跳绳 因为跳绳轻一点嘛 我以前都带哑铃 后来我发现助手很辛苦 所以哑铃不带了 就带跳绳 想当年在拍摄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时 孙丽就趁着休息间隙 进行拉筋练功 这一动就根本停不下来啊 一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现在应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能一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越努力越幸运 尽管工作很忙 但利用空闲时间多动一动 能缓解疲劳 调整心情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个挑战吧 乐帆天总共 乐帆天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桥面翠翠娱乐小文静的环节 只要答的问题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题答案 就是网元 恭喜一下的朋友 获得是玻璃海台 桥麦翠翠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画面上的这个人是谁呢 指导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凡天的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台 桥麦翠翠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了 是的 节目最后告诉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音视频资讯的话 可以登陆一下的网址 或者可以手机下载 我们还不TV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去相会在娱乐乐凡天 再会咯